欢迎收看本节目 三年前拍的素人啊 现买现买演得很不错 陈情令的阿县和贵庆余年终的颜冰云 三个人物各有千秋 都很棒 角色是按剧情设定 需要怎样呈现导演和编剧演员搭档 共同完成 如果肖战能回归 大家也不用磨合 而且也有默契 肯定是第一选择了 只不过 根据知情人的最新爆料称 颜冰云的扮演者 大概率要滑落王佑硕了王佑硕 因为在大宋少年之中 扮演了宁时这个角色 而走红 所以虽然是男三号 但粉丝和观众 却非常期待他的表演 有人称 王佑硕的脸 看起来一点诚谱没有 也不像有心计的人 如果真的是按之前说的 第二部大言兵云成为范贤 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那小王和张若云 也不怎么搭 一点也不像 能统领卧底的人 年龄差也有点大 当然 王佑硕的确是个挺好的演员 除了名气 没肖战那么大之外 让他出演 也没什么问题 虽然剧迷们还是希望 能原班人马出演 但这其中 肖战自己估计 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第二季成功 好的话 全部是老戏骨的功劳 不关他的事 不好全是他的错 他粉丝的错 真的挺讨厌 这种做法的 既然想借人家的流量 又害怕承担黑子的抵制 怎么可能 还是早早换人吧 对大家都好 以后就不要老抓着肖战 不放了好事别人的 不仅肯定 是肖战背锅 一般第二部口碑 都不如第一部 到时又要怪他了 其实在第一部里 肖战也只拍了三天 拿了一千不到的片仇 还要扛热度 而且他现在的咖尾 也不会演配角了 不管肖战演出与否 不否认庆余年 是一部好剧 确实不出演对两者 都是最好的选择 对于粉丝来说 或许有遗憾 但是肖战接下来 还有很多代播剧 就比如狼殿下 很多人前几天才知道 肖战不是主角 之前每次狼殿下 都带着肖战轩转 还以为他是主角呢 人家常说玉带皇冠 必成其重 很多事物 都是风险与利益并存的 就算不接言 冰云一角色 他是一人总要接别的 黑子还是会有所动作 他和他的粉丝 还是会随时背锅 前路坎坷 跪在坚持 所有的付出 都会有回报 慢慢积累吧 当他足够强大的时候 黑粉还有黑粉背后的人 就不足为据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 不迷路